说到90年代香港的著名女演员 有一个人物一定是要提到的 这个人就是张敏 张敏一眸一笑之间 又似清纯又似妩媚 这样的女人对于男人来说 绝对有十足的杀伤力 不然的话 见多识广的向华盛 也不会如此迷恋张敏 向华盛是向华强的亲弟弟 也是中国新公司的股东家 90年代向华强推出的电影 其实都是跟弟弟一起合作的 他们还曾经一起合作去澳门打拼 经营赌船酒店 向家在香港的势力非常大 他们的父亲向前曾经是军头少将 后来在香港创办了新一安 在他们的哥哥向华盈的发展下 新一安成为了香港第一大帮派 势力更是达到了东南亚 美国等地方 向华盛旗下女艺人无数 不过她却偏偏喜欢张敏一个人 那个时候张敏也是一直等着要嫁给向华盛 不过后来张敏知道向华盛即使离婚 也不会娶自己的时候 毅然决定分手 向华盛虽然不想娶张敏 但是她也不想这个游物离开自己 于是向华盛就说了一句狠话 离开我 全香港公司没人敢用你 以后也没人敢娶你 张敏之后在香港果然非常不顺利 于是她回到了上海发展 让向华盛想不到的是 张敏在后来遇到了一个内地豪门二代 这个人好言我就敢娶张敏 这个人就是有着京城四少之称的汪语 1987年向华盛的妻子陈兰偶遇张敏 陈兰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美人一个 任陈兰见多识广 也立刻被眼前这个19岁的小女孩吸引了 这个女孩子就是张敏 她一双清凉的眼睛极其迷人 这来很快让永胜电影公司签下了张敏 向华盛当时也是公司的股东之一 她虽然已经结婚了 但是也爱上了张敏 为了追求张敏 向华盛不惜动用公司全部资源去捧张敏 短短几年张敏就跟周星驰 李林杰等人合作拍摄了 赌神 赌盛 笑傲江湖 倚天屠龙几之 魔教教主等等经典电影 那个时候香港娱乐圈可以说是争其斗盛 但是张敏的美也是让人过目不忘 那个时候 王晶一直力捧邱淑珍 向华盛知道之后 非常生气 后来王晶被江湖人士威胁 从此就开始咒用张敏 向华盛对张敏的好 不仅仅是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也是非常照顾他 向华盛当时已经是香港有名的人物 在相互地位也非常高 还是电影公司的老板 不过向华盛却常常亲自给这个刚刚出道的女明星 煮饭煲汤 张敏也爱上了这个比自己大了很多的男人 张敏一直等着向华盛离婚来娶自己的那一天 等了几年 张敏都没有等到那一纸婚约 反而是等来了一个意外事件 向华盛有一天被对手袭击 结果是重伤入院了 张敏非常担心 立刻去医院看望向华盛 向华盛恢复健康之后 他给自己找了一个算命先生 香港富豪很多都非常迷细 向华盛的哥哥向华强 就曾经跟王林关系密切 这个先生告诉向华盛 张敏两栽无肉 并非望夫之相 搞不好还会克服 因为这句话 向华盛开始疏远张敏 不过向华盛毕竟还是爱着张敏的 于是他也没打算放弃张敏 只是向华盛从此就放弃取张敏的心 张敏等了八年 终于死心了 他知道向华盛不会娶自己了 于是他就决定跟向华盛分手 同时他也决定离开永胜电影公司 向华盛听到之后十分生气 说离开我你什么都不是 全香港也没有一个电影公司敢用你 以后也没人敢娶你 你可是要考虑好 不过张敏性格也非常强势 他没有被向华盛吓到 他还是决定离开这个男人 离开之后张敏也没打算签约其他公司 他决定自己投资开一家电影公司 不过很快就失败了 后来张敏干脆离开香港来到上海 张敏本来就是上海人 后来才跟着家里人去了香港 在上海张敏投资了房地产 美容院 歌厅等等 不过很快都失败了 还被朋友骗走了一千多万 1998年张敏最失忆的时候 在上海的一个酒吧 偶遇了24岁的汪宇 汪宇比张敏小了8岁 他非常喜欢张敏 于是开始疯狂追求张敏 张敏也欣赏这个才华横溢的汪宇 汪宇的音乐才华 连孔祥东都非常佩服 张敏却告诉汪宇 自己是向华盛的女人 还把向华盛的背景告诉了汪宇 张敏说向华盛说了 没人敢跟自己在一起 汪宇听到之后却说 你直接给他打电话 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了 看着坚定的汪宇 张敏鼓起了勇气 给向华盛打了电话 向华盛当时刚好在内地 于是就到上海见了汪宇 向家当时在内地也有一些关系 向华强当时就曾经在北京 开了名造一时的夜总会演歌台 向华强的前妻丁佩的表哥 当时是一个大人物 在内地也有一些势力 汪宇见到了向华盛 第一句就说 张敏是我的女人了 向华盛听到之后 轻蔑地笑了说 是吗 向华盛走了之后 就打算好好教训汪宇 当年向华强在北京 跟马萨尔等老婆干 他都没怂过 不过向家真的拿这个汪宇 没有办法 向华盛跟家里人谈过之后 向家人却奉劝向华盛 千万别碰汪宇 他们还跟向华盛说 这个人我们惹不起 汪宇到底是什么人 连香港的向家都惹不起 汪宇出生的时候 他的父亲已经60岁了 不过汪宇的父亲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历史那个著名的汪姑会谈 其中的汪就是汪宇的父亲 这样的人物 自然而不是向家 这样的江湖人士 可以得罪的 不过可惜 最终张敏跟汪宇 没有走到最后 汪宇跟张敏分手之后 还曾经跟陈子涵 黄毅 李玉等等 与明星在一起 李玉去世的时候 汪宇曾经以男朋友的身份 出席了葬礼 不过从李玉去世之后 汪宇几乎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张敏现身带货网红直播 海报站边缴 被指混得差 模样大变认不出 近日有媒体在某社交平台上 曝光了明星张敏 做客许华生直播间的视频 视频中张敏一身黑衣 胸前挂着眼镜 将全部头发梳至脑后 砸成高马尾 红唇格外显眼 尽管化了精致的妆容 但张敏的状态 看起来并没有多么好 不仅眼睛透露出皮态 嘴角笑起来的时候 也略显僵硬 甚至被很多网友质疑 不是本人 在感叹他变了很多只鱼 还有人评论 明星现在都混不好了 也都要跟网红一起混了 觉得他有些落魄 在直播间的带货宣传海报中 还可以看到张敏在海报中 并非c位 而是站在网红许华生的旁边 位于海报最右边的角落位置 更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当晚和张敏投台直播的 还有曾经的人际歌手韩明威 当晚他一直站在张敏身后 连个座位都没有 颇为心酸 其实这并非张敏第一次被人质疑 模样大变 2018年 他在某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自己在马来西亚某学院 闭关归来的照片 图里的他染黄了头发 戴着黑矿眼镜 状态年轻 看起来一点也不像50多岁的人 不过当时自拍图 就有不少人表示 女神的脸变了 不像从前电视剧中的他了 对此 有评论认为不管像不像都是一个人 只是随着岁月的飞逝 一些年轻时的特征 慢慢消去了而已 现年56岁的张敏 曾经是一代人心目中的女神 她在电影《倚天屠龙寄之》 《魔教教主》中饰演的赵敏 至今仍被奉为经典 在马背上的回眸一笑 令人难忘 一句我在大都等你 牵动了许多粉丝的心 可惜自1996年后 她便逐渐淡出了娱乐圈 此后虽然在2003年和2017年两度宣布付出 但曝光量难比从前 近年也一直没什么新的作品问世 不过对此 张敏的心态一直比较平静 还坚持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 入葬的各种感悟和经历 就在前不久 她还在自己的账号上上传了自己入葬的一组照片 途中的她戴着帽子和墓镜 身披红色披风 或手持转经轮遥望远方 或在树下捧杯品茶 显得十分惬意 近年来张敏的颜值一直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作为已经56岁的人 她现在的状态算是非常不错的 尽管面对不少负面评价 不过张敏并没有受到影响 此时的心态总体还是很平和 气质也依然十分优雅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